当听说朋友要买奥迪Q6 谁买车了啊 买电瓶车啊 你就上下班那些方便 汽车啊 老二手车啊 万八千都买那车 什么啊 奥迪 大奥迪 上汽奥迪Q6是不是啊 20年前的老奥迪 那有啥牌面呢 咱说 新车 那玩意纯纯纯智商税 我跟你说 动我 我都不开 当朋友真买了奥迪Q6 不是哥们你真买了呀 你懂什么是车吗 我见过奥迪Q2Q3Q5Q7Q8 你这是啥呀 Q6啊 你挺6啊 你花五十几万买个Q6 你那乘四号都来的嘛 我们一家都爱出去玩 买个大六座也是刚需嘛 看看再说嘛 这么帅 这个肯定是乌有其表是不是 上去试试不就完了 Q6是奥迪在这个地球上尺寸最大的SUV 你比比呢 确实挺大啊 这么大 你能hold得住吗 奥迪Q6可不仅仅是大欧 八边形霸气中欧 前后贯穿式尾灯 奥迪最新一代SUV设计鱼 大有可观 我就说那Q5Q9的国外的叠照 是有点像 第四代EA888 德国进口动力充飞大有可为 我知道 宝舍接人马看同款的发动机吗 对啊 还有这二排独立航空座椅 通风按摩加热一应俱全 大一排面 他一进来这拿牌的小味啊 这真皮 哎 爱上了 手机车架 飞架 通风加热 还有头枕 你做一个布置车 看这投影刹车灯 夸臭 你直观踩路门 甚至都交给夸臭 这Q6全系标配夸臭啊 当然了 还有这车可是配备了9个安全气囊 80.8%的高强度钢结构 大有安全 说这些都是没用 我跟你说车好不好 那得开了才吃饱 你之前开过这车吗 没有啊 那你为啥一个劲说这车不好呢 你让兄弟怎么活啊 你的车少说吗 五十几万吗 太贵了 一点没诚意 你买亏了 现在股车有6.6万的至高领域 老车主增购换购 还有1万优惠 40万出头就能落力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花个40来万 我就能拥有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奥天CV 我没有这40来万呢 你还开什么大奥地了 我 开你的车 喂 哥们 是不是兄弟吧 我这时候我那老丈母娘来 你妈你那个奥迪Q6 你借我开一会 那我说了说了 你说好了 你不给我 那我上不了桌吃不了饭 必须那是奥迪有海面 那肯定是 喂